和米恩在医院侧楼待了几个星期 当其他的学生都过完圣诞节返校后 有一阵子流传着关于他失踪的留言 因为每个人都想当然的认为他受到了攻击 有那么多的学生排着队走过医院侧楼想要看他一眼 以至于波姆弗雷夫人又拿出床围围住了和米恩的床 免得他因别人被看到毛乎乎的脸庞而感到耻辱 哈利和罗恩每天晚上都去探望他 新决期开始后 他们给他带去每天的家庭作业 如果是我长出了胡子 我一定甩掉功课休息一下一天晚上 罗恩把一堆书倒在和米恩的床边的桌子上 说道 别傻了 罗恩 我必须赶上和米恩短促的说 他脸上的毛都脱落了 眼睛也慢慢变回棕色 这项变化大大地鼓舞了他 我想你没什么线索吧 他悄声加了一句 以防波姆弗雷夫人听到 没有哈利沮丧的说 那是什么 哈利指着和米恩枕头上露出的一个金色的东西问 只是一张康复卡和米恩有些迟疑的说 想把它剥离实现 但是对于他来说 罗恩的动作太快了 他把它抽出来展开 大声读起来 至格兰佐小姐 祝你早日康复 关心你的老师 吉德洛 罗克哈特教授 莫林等级第三级 黑乌手防卫力量团的荣誉成员 南乌周报最有魅力 微笑讲得主 罗恩有些恶心 看了看和米恩 你把这放在你的枕头下枕住睡 但是波姆弗雷夫人使他免了回答的窘迫 他拿着和米恩晚上该服用的药走了过来 罗克哈特是你所见过的最聪明的人 或者其他什么吗 当他们离开医院 往格林芬顿楼设计而上时 罗恩对哈利说 史丹皮给他们布置了太多的作业 哈利觉得能做完的时候 他一定已经上六年级了 罗恩正在说着 他很后悔没有温和米恩 在卡发药剂中得加多少条老鼠尾巴时 一声怒吼 从上面传进了他们的耳朵 是废驰哈利孤农柱 他们迅速走上楼梯 在废驰看不见的地方停住 站在视线外 凝神的听 你认为还有人会受攻击吗 罗恩紧张的说 他们静静的站住 头朝着废驰听起来歇斯底里的声音清去 轻着头 听着支持歇斯底里的声音 给我的工作够多了 还要整夜的擦 好像我的事还不够多 不 这是最后一根稻草了 我要去找丹伯多 他的脚步声渐渐向后退 远处有一扇门砰的灌上了 他们在角落里探头探脑 很明显 废驰通常在诺利斯夫人曾被攻击的地方站岗 他们瞟了一眼让废驰嚷嚷的原因 很多水肆意在大半个走廊里 而且似乎仍在从麦托勒的厕所中一出 现在废齿不嚷嚷了 他们可以听到麦托勒的哭声从浴室的墙壁一出 那么他怎么了 罗恩说 我们去看一下吧 哈利说 他们把长袍拉过脚踝 踏着脚走过那一大滩水来到一扇挂着故障牌子的门前 像往常一样对他视而不见 走了进去 深吟的麦托勒正在大哭 而且比以往哭得更大声 更厉害 他正藏在他常用的洗手间中 浴室跟黑 因为那大水把蜡烛都熄灭了 发生什么了 麦托勒 哈利说 是谁 麦托勒难过的抽叶着 再朝我扔些什么 把哈利费力的烫过他的小事 问 我为什么要扔东西砸你 不要问我 麦托勒大叫做 他站起来 弄起了更多的水 溅到早已湿透的地板上 我现在在这 做我自己的事 而有人觉得朝我扔书很有趣 但即使是有人朝你扔东西 也伤不了你 哈利说的何情何理 我是指他会穿过你的身体 不是吗 你说错了话 麦托勒尖叫起来 让我们都朝麦托勒扔书吧 穿过位十分 穿过头五分 好啊 多好的游戏 我可不这么想 不管怎样 谁朝你扔东西 哈利问 我不知道 我当时正坐在浴缸 思考着死亡 他就直接穿过了我的头 麦托勒怒视他们 他在那都被水泡褪色了 哈利和罗恩往麦托勒指着的方向望去 那有一本薄薄的小树 他的黑色封面非常破旧 就像浴室里其余的东西一样是 哈利走上前想拾起他 但罗恩突然伸出一只胳膊阻止了他 怎么了 哈利说 你疯了吗 他可能很危险 罗恩说 危险 哈利笑了 别这样 他怎么会危险呢 你会很吃惊的 罗恩说 他很忧虑的盯住书 委员会没收的一些书 爸爸告诉我的 有一本可以把你的眼睛烧焦 无论任何人只要读完一个魔法者的十四行事 一辈子就只能用肢体说话 还有巴斯的一些老巫火 有一本书让你不得不一直读下去 你只需用你的鼻子秀一下 尽量用一只手去做 而且 好的 我明白了哈利说 那本小书躺在地上 浸得湿湿的 好了 但我们不看一下怎么知道 他绕开罗恩从地板上抬起了书 哈利立刻看出那是一本日记 封皮上时间留下的痕迹告诉哈利 这至少是五十年前的 他充满期待的反感 在第一页 他只能从弄屋的墨水中辨认出一个名字 瑞德 停一下 罗恩小心翼翼的接近 从哈利的肩膀看过去 我知道这个名字 五十年前 瑞德曾应对学校的特殊贡献获过奖 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哈利吃惊的说 因为在禁烟中 废池让我擦了他的顿形徽章五十多次 罗恩愤恨的说 就是让我弄得满回章笔涕的那个 如果你在一个名字上擦年夜擦一小时 你也会记得的哈利包开始本子一片空白 叶子上没有任何写过的痕迹 那就是说马贝尔姨妈的生日或牙医 三点半都没有 他没写过哈利失望的说 我不懂为什么有人想用水冲走他 罗恩好奇的说 哈利转向风底 看到印住伦敦宝克斯河街一个报刊经销人的名字 他一定不是有巫师血统的人 哈利深思的说 从威去克拉夫特街买了一本日记 对你没什么用处 罗恩说 他压低声音说 如果穿过麦托勒的鼻子 五十分但是 哈利把他揣了起来 和米恩月珠离开了医院利楼 没有胡子 没有尾巴 也不再有毛了 他回到格林芬顿的第一个晚上 哈利给他看了瑞德的日记 并给他讲述了他们找到他的过程 哦 他一定有什么隐藏的魔力 和数丝拿过日记仔细的放进看 如果说有 他一定藏得很好 罗恩说 或许他很害羞 哈利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扔了他 我希望我知道 为什么有人企图扔了他 哈利说 我很想知道 瑞德是对霍格瓦车 做出了什么特殊贡献 而得到了奖励 可能会是任何事情 罗恩说 或许他得到了三十个欧罗克 或从巨型章鱼口中救出了一位老师 或许他谋杀了迈托勒 那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恩惠 但是哈利从和米恩脸上专注的表情看来 他和他所想一样 怎么了 罗恩从一个看向另一个 这样的密室之谜是五十年前打开的 是吗 他说迈托勒是这么说的 是 罗恩迟缓的说 这本日记也有五十年了和米斯兴奋的轻拍着的 因此 罗恩 清醒一下 和米恩急促的说 我们知道上次知道密室之谜的人 在五十年前被开除了 我们还知道瑞德在五十年前应对学校的特殊贡献而获奖 那么如果瑞德是因为抓到士林德林的后代而得奖呢 他的日记可能会告诉我们一切神秘密是在哪 如何打开它 使什么样的生物住在里边 这次攻击背后的罪犯 并不愿这些被发现 不是吗 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和米恩 罗恩说 仅有一点微小的缺点 那就是日记上什么都没写 但和米恩正从书包抽出魔杖 或许是引进墨水 他低声说 他拍了日记三下 说阿巴尔斯安姆 什么也没发生 毫不气馁的 和米恩又把手伸入书包抽出一个外表像一块 鲜红色橡皮的东西 是一个显形器 我从带根 阿尔里买到的他说 他在1月1号上用力的擦住 但仍没变化 我告诉了你 什么也不会找得到的罗恩说 瑞德只是为圣诞准备了一个空白日记本 却不想填进内容 哈利即使是对自己也不能解释 为什么他不愿扔了瑞德的日记 事实是 尽管他知道日记空白一片 他仍忍不住 无意识地拿起它翻动着 好像那是一个他想完全的故事 虽然 哈利非常确定 他从未听过瑞德这样一个名字 但他仍然好像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几乎就像瑞德是他遗忘的儿时的玩伴 但这太荒谬了 他在进霍格瓦车之前从没有过朋友 打得里可以作证 不管怎样 哈利决心多了解一些瑞德 因此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由兴致勃勃地和米恩和完全没被说服的 罗恩陪伴主到蒋皮市去看瑞德的特殊讲章 瑞德打磨得很光亮的精致徽章被放在一个脚柜中 没有记载颁发的详细原因 也是一件好事 不然他就更大了 我肯定现在还在打光罗恩说 然而 他们的确在一张古旧的魔法优秀讲章和过去的顶尖男孩名单上找到了他的名字 听起来好像薄熙 罗恩厌恶地皱了皱鼻子 太好了 顶尖男孩大概是每一个班的头 你说起来好像那是一件坏事和米恩用有点受伤的口气说 微弱的太阳光又开始照耀霍格瓦撤了 城堡中也更有生机了 从贾斯丁和乌托尼克之后 就没再发生攻击事件了 史鲍特教授高兴地宣布说 万瑞克变得烦躁不安 这显示着他们正很快地长大 他们的粉级好了 就又可以一盆论 哈利听到一天下午他友好的对肺之说 而后 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切片炖药 很快诺利斯夫人就可以痊愈了 或许是史林德林的后代失去了勇气 哈利想 整个学校如此警惕和疑心 揭开密室之谜一定得冒险 或许那只怪兽 不管他是什么 又折服了五十年 而尼并没有感染这种令人振奋的气氛 他仍相信哈利是有罪的 因为他在格斗俱乐部泄露了机密 皮维斯总是唱着 波特你这个坏蛋 出现在拥挤的走廊上 而且现在又配上了舞蹈动作 吉德洛 罗克哈特自认为是他阻止了攻击 当格林分顿正安排变身术表演时 哈利无意中听到他这样告诉麦康纳教授的 我觉得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 米娜 他轻轻地摸着鼻子 眨眨眼 我想这回神秘密是永远所伤了 凶手一定已经知道 我抓住他们只是迟早的问题 在我开始采取行动对待他们之前 最好识相停职 你知道 现在学校需要的是一个鼓舞士气的人 把上学期的记忆全都清掉 我现在不能多说 但我想我正好知道这方面 他又摸了一下鼻子 走开了 罗克哈特关于一个鼓舞士气者的想法 在2月以至14日的早餐时间明朗化了 哈利由于前天晚上炼块迪斯炼得很晚 一直没有睡够 所以匆匆赶到大礼堂时晚了点 有好一会儿 他还猜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门 所有的墙都被大而艳丽的粉红色的花都覆盖了 更糟的是 但蓝色的天花板上锤挂着新型的材质 哈利走到格林芬顿的桌边 看到罗恩面线厌恶地坐着 而和米恩非常用力才憋住了笑声 这是在干什么 哈利问他们 他坐下来 扶去大腿上的材质 罗恩用手指的纸台上 明显是恶心地讲不出话来 穿着鲜艳的粉红长袍 来陪这些装饰的罗克哈特 正挥舞着手请求安静 他两边的老实都很僵硬地站住 从他坐的地方 哈利可以看到 麦康奈教授塞边的肌肉在微微牵动 史奈提看起来就好像有人 刚刚强灌他一大杯注骨水 情人节快乐 罗克哈特大喊道 我很感谢到现在为止 送了卡给46人 是的 我布置了图书馆 送给你们所有人一个惊喜 还布置这个呢 罗克哈特拍了下手 从入场大厅的大门 走来了一队横眉尖目的小天使 然而并不是真正的天使 罗克哈特让他们都插上金色的翅膀 抱着竖琴 我有好的戴满卡片的丘比特 罗克哈特微笑住 他们今天将在学校内巡回 向你们散发情人卡 趣味并不仅止于此 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也都希望加入到这个场合中 让我们来看一看史那匹教授 是如何制出爱情之药的 弗里特教授则比我所见过的任何巫师 都懂得如何增添有力 这个老滑头 弗里特教授把脸埋在手心里 史那匹看起来好像要灌第一个开口 要他爱情之药的人毒药 哦 和米恩 而和米斯则突然以极大的兴趣翻书包 找他的时间表 没有回答 一整天 小天使们不停地闯入课堂 散发情人卡 这时老师们非常恼火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 当格林分顿的学生正往楼上走去上课时 他们中的一个赶上了哈利 哟 你啊 哈利 伯特 一个最为愁眉苦脸的小天使 挤开人群接近了哈利 想到要当这一队一年级学生 尤其是金妮 威斯里也在其中 被塞给一张情人卡 哈利浑身都烧起来了 哈利准备溜走 然而 那个小矮人踢着人们的小腿 越过人群切断了哈利的路 哈利还没跑出两步就被拦住了 我要亲自告诉哈利 伯特一个好消息 他说 并以一种示威的方式 拨了一下竖琴 不是在这儿哈利嘘了一声 想逃 站着别动 小矮人宁孝主 抓住哈利的包往回来 放我走 哈利咆哮着 用力拉着 随着一声狠响的撕裂声 他的书 魔障 羊皮文稿 羽毛笔都掉到了地上 墨水瓶也在地上摔得粉碎 哈利四处乱抓 想在小矮人开始唱歌 在走廊里造成暴力抢劫之前 把所有的东西都捡起来 这儿怎么了 传来杰高 马尔夫冰冷而拉长了声音 哈利开始心急火燎的 把所有的东西 往他被扯烂的书包中在 绝望的想在马尔夫 听到他的音乐卡之前离开 这儿怎么这么混乱 另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薄熙 威斯里到了 哈利张簧失措的想逃跑 但是小矮人 抓住他的膝盖 把他带倒在地板上 好了 他坐在哈利的脚踝上说 这是你的音乐情人卡 他的眼睛绿的 好像鲜活的最蝉除 他的头发如同黑板一样漆黑 我希望他是我的 他是那样的可爱 战胜黑暗巫师的英雄哈利 愿不惜一切代价从这蒸发掉 勉强的和大家一起微笑着 他站了起来 感觉到因为被做过的脚麻麻的 薄熙 威斯里则努力驱散人群 有些人仍在哄堂大笑 走开 走开 灵响了五分钟了 快走开去上课 他把那些低年级学生驱走 还有你 马尔夫哈利一眼瞟过去 看到马尔夫弯腰拾起了什么 充满敌意的 他把他给克莱伯和高尔 哈利意识到他拿了瑞德的日记 还我哈利平静的说 想知道波特写了什么 马尔夫说 很明显他没有注意到 封皮上的日期 还以为那是哈利自己的日记 一阵寂静笼罩在周围 金妮从日记看向哈利 看起来很害怕 拿过来波西严厉的说 跟我看一眼 马尔夫嘲弄的朝哈利摇着日记 马尔夫大声念叨 作为一个学校的三好徽章获得者 但哈利的脾气上来了 他抽出魔杖教导 伊斯比利文马斯 就像石纳皮解除 罗克哈特的兵器一样 马尔夫发现日记 从他手中射向天空 罗恩接住了他 咧嘴一笑 哈利 薄熙叫着 走廊上不得使用魔法 你知道 我得报告老师 哈利不在乎 他占了上风 那比任何一天 从格林芬顿扣出五分都值得 马尔夫极为愤怒 当金妮经过他回教室时 他冲他恶意地大叫 我认为波特喜欢你的情人卡 金妮一手掩面跑进教室 罗恩咆哮着抽出了他的魔杖 他被哈利拽开了 他不必是上次读鼻涕虫的咒语了 直到他们到了弗利特的课上 哈利才注意到瑞德的日记的异常 其他所有的书都沾上了红墨水 只有那本日记 仍同墨水瓶 在他之上碎吊前一般干净 他想告诉罗恩这一点 但罗恩的魔杖又出问题了 一大串紫色的泡泡 在魔杖尾端冒了出来 他对其他的事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天晚上 哈利比宿舍里其他人上床都早 这有一部分原因是 他无法忍受弗莱德和乔治 在唱一次 他的眼睛绿的好像鲜活得最蝉除 另一部分原因是 因为他想再看一次瑞德的日记 虽然他知道 罗恩认为他在浪费时间 哈利坐在他的床上翻动着日记 没有一夜沾上了红墨水计 然后他从他的床头柜中取出了一瓶新的墨水 用羽毛沾了一下 在日记的第一页滴了一滴 不一会儿墨水在纸上闪着光 然后好像被纸吸收了 它消失了 哈利兴奋的又用羽毛笔沾了一下 写下 我叫哈利 波特 这些话也在短暂的闪烁一下后不见了 然后终于有了动静 借他的墨水一些哈利从未写过的话 从这一夜中缓缓浮现 你好 哈利 波特 我叫瑞德 你怎么得到我的日记的 这些话在哈利开始匆匆的写下下面的画石 也消失了 有人试图把他从马桶内冲走 他期待着瑞德的答复 很幸运 我用比墨水更持久的东西记录了我的回忆 但是一直都知道有人不愿别人读我的日记 你指什么 哈利草草的写着 在兴奋中弄污了纸 我是指这本日记记录的是一些可怕的事情 一些被掩饰的事情 在霍格瓦车魔法学校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现在待的地方哈利飞快的写 就在霍格瓦车这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你知道关于神秘密室的情况吗 他的心跳加剧 瑞德回复的很快 他的笔记更凌乱了 好像他正急于讲出所有他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密室之谜 在我那里 他们告诉我们这只是一个神话 它并不存在 但这是谎言 在我五年级时 密室被打开了 怪兽出来袭击了好几个学生 并且最终有一学生丧生了 我抓住了打开密室的人 他被开除了 但是校长达皮教授觉得 这种事情发生在霍格瓦车是一种耻辱 因此不准我说出真相 他们编造了那个女孩在意外中丧生的谎言 他们颁给我一块很好的发亮的雕刻奖品 并警告我监口 但我知道这会再次发生的 怪兽还活着 那个有能力放出他的人还没被关起来 哈利的毛笔悬在日记上方犹豫了一下 瑞德是什么意思 他怎么能被带进别人的记忆 他有些紧张的朝宿舍门口望了一眼 越来越黑了 当他看回日记时 他看到了一行新出现的字 我正式给你看 哈利停顿了一瞬 然后写下两个字 好的日记的叶子开始吹动 就像起了一场大风一样 在六月中旬的地方停了下来 哈利目瞪口呆的看在六月十三日的那一小片地方 似乎变成了一个极小的电视屏幕 他用微微颤抖的手捧起书将眼睛朝那个小窗凑去 他还没明白过来 就被吸了进去 窗口不断加宽 他感觉到他的躯体正离开床 通过那一夜的开口 他正被吸入到彩色与阴影交错的漩涡当中 他感到自己的角触到了结实的地面 就站好浑身发抖 他周围的一片模糊 突然变得清晰无比 他马上明白了自己身处何地 这间有着睡眠画像的圆形房间 是单薄多的办公室 单办公桌后坐住的并非单薄多 一个干瘪 瘦弱 除了一小撮白发 几乎是秃头的巫师 正借着烛光毒信 哈利以前从未见过此人 我很抱歉 他颤抖住说 我不是有意要撞过来 但那巫师根本没抬头 他继续看信 眉头微皱着 哈利走近一些 结巴住说 我应该现在就走吗 那个巫师还是没搭理他 他似乎根本没听到他说话 考虑到那个巫师可能有点聋 他提高了声音 真是不好意思 打扰了您 我现在就走 他几乎在喊 那巫师叹了一口气 把心折起来 站起身 没有瞟 哈利一眼就走过他旁边 去拉窗帘 窗外的天是红宝石色的 差不多正是太阳落山的时候 那巫师走回办公桌 坐下 撵弄着拇指 望向门口 哈利环视着办公室 没有达摩克 也没有银器具的嗡嗡声 这是瑞德所知的霍格玛彻 也就是说 校长是哈利不认识的巫师 而不是丹博多 而他 哈利只不过是个幽灵 在五十年前人的眼里是完全看不见的 有人敲了敲办公室的门 进来老巫师用虚弱的声音说 一个大约十六岁的男孩走了进来 脱下他的肩顶帽 他的胸前闪耀着一个三好的徽章 他比哈利高多了 但他也有一头黑亮的头发 啊 瑞德 校长说 你想见我 皮达教授 瑞德说 他看起来很紧张 坐下吧 皮达说 我刚读完你给我的信啊 瑞德说 他坐下来 紧紧的搅住手 我亲爱的孩子 皮达和蔼的说 我不可能让你在学校待一个夏天 当然你是想回家度过假期的 是吗 不 瑞德立刻说 我宁愿待在霍格瓦车 也不愿回到那个那个 你在假期中住在一家马格人孤儿院 是吗 皮达好奇的说 是的 先生瑞德有些脸红 你是非巫师血童 一半 先生瑞德说 父亲是普通人 母亲是女巫 那么你的双亲都 我母亲生下我就去世了 先生 他们说 他只来得及给我起名字 汤姆是我父亲 马沃罗是我祖父 皮达同情的砸了砸舌头 汤姆 现在情况是 他叹了口气 可能对你会有些特殊安排 但是在现在的环境下 你是指那些攻击事件吗 先生 瑞德问 哈利的心猛的跳了一拍 他往前挪一步 生怕漏掉了什么东西 完全正确 校长说 特别是近来的悲剧 那个可怜的女孩的去世 至少在你的孤儿院 你会更安全 事实上 魔法委员会甚至在讨论关闭学校 我们不可能更接受 愣灾祸之缘 瑞德的眼睛瞪大了 先生如果那个被抓住了 如果这些都结束了 你指什么 皮达声音有些尖利 他从椅子里指起身来 瑞德 你是指 你知道有关这些攻击事件的什么 不是 先生瑞德很快回答 但哈利明白 那与他给单薄多的不是是一样的 皮达坐回去 流露出轻微的失望 你可以走了 瑞德 瑞德从椅子上滑下来 有些僵硬的走出房间 哈利跟在他后面 他们走下旋转楼梯 走过黑暗走廊中的装饰漏嘴 瑞德停了下来 哈利也停下来看住他 哈利确定 瑞德正在考虑很严肃的事情 他咬着嘴唇 前额堆起了皱纹 然后似乎他突然间做出了决定 他匆忙的走了 哈利也悄无声息的飘行在他后面 他们直到到了入场大厅才看到别的人 一个有红褐色头发和胡子的高个子 巫师在大理石楼梯上叫住了瑞德 你在干什么 这么晚了还在瞎逛 瑞德 哈利盯着那个巫师 他正是五十年前的史纳皮 我要见校长 先生瑞德说 好了 快上床把史纳皮用哈利所熟知的方式 颇有洞察力的瞪了瑞德一眼 这些天最好不要在走廊上徘徊 自从他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祝瑞德晚安就走开了 瑞德看住他走出视线 就迅速走下石头台阶朝地牢走去 哈利紧紧跟住 但让哈利失望的是 瑞德并没有把他领进一条秘密通道 而是来到了哈利上史纳皮的药剂客的地方 火把没点亮 所以当瑞德推开几乎关着的门时 哈利只能看到瑞德一动不动的站在门边 看住外面的通道 哈利觉得他们在那待了至少有一小时 他只能看到瑞德的身影 他透过门缝向外望着 好像一尊雕塑 在等什么 就在哈利不再觉得期待和紧张 希望可以回到现实时 他听到门外有东西在移动 有人正沿通道爬行 他听到不知是谁经过了他和瑞德藏身之处 瑞德像一只羊子一样安静地从门缝侧身跟上去 哈利忘了根本没人能看到他 射手捏脚地走在他后面 他们沿楼梯走了大约有五分钟 直到瑞德突然停止 潮心的声音探过脑袋 哈利听到门开了 然后有人用沙哑的声音悄声说话 过来 把你带来 过来 到盒子里来 这声音很熟 瑞德突然从角落跳了出来 哈利也跟在他后面跳了出来 哈利可以看到一个高大男孩的黑色轮廓 他正站在一扇打开的门前边 旁边是一只大盒子 晚上好 卢比斯瑞德坚力地说 那男孩并上了门 站了起来 你在这干嘛 瑞德 瑞德走进一步 结束了 他说我不得不把你汇报上去 卢比斯 如果攻击不停止 他们就要关闭学校了 你是说 我知道你并不想杀任何人 但怪兽并不是好东西 我想你大概只想让他出来活动 他从未伤过任何人 那个壮实的男孩 被靠在紧闭的门上 在他后面 哈利可以听到一种 有趣的突突声和咋打声 来吧 卢比斯 瑞德又挪进了一些 那个死去的女孩的父母 明天就来了 至少霍格瓦撤 应该杀掉杀死他们女儿的东西 不是他 男孩吼出来 他的声音回响在黑暗的过道中 他不会的 他从没有 站一边去 瑞德抽出魔杖 他的魔咒用火焰光芒照亮了整个走廊 那个男孩子背后的门猛的被撞倒了 那男孩也被撞到了对面的墙上 从门里走出来的东西是 哈利发出了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的 长而淒厉的尖叫 巨大的 行动缓慢 毛茸茸的身体 一团黑色的腿 许多眼睛闪闪发光 和一对锋利的钳子瑞德又举起了他的魔杖 但太晚了 那东西通过走廊逃跑时撞翻了他 很快就不见了 瑞德在脚边乱摸着找魔杖 他又举起魔杖 但是那个男孩跳到他身上 夺过魔杖 远远的扔到后面 打叫 不 那场景又旋转住 成为完全的黑暗 哈利感到他自己在下降 又降到了他的床上 在格林芬顿的宿舍里 瑞德的日记正打开 平放在他的胃部 还没等他喘一口气 宿舍门就打开了 罗恩走了进来 你在这儿啊 他说 哈利坐了起来 他浑身颤抖汗流不止 怎么了 罗恩关心的看住他 是哈格利 罗恩 哈格利在五十年前打开了秘密小屋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 主要目的是让盲人或市场人士 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 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 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 赶紧你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支持这个系列吧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 请大家记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commen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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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